HELLO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直播的車種別呢,是Toyota的Sienta 這台車呢,在台灣因為五月天廣告之後呢 暢銷,賣得很好 那今天的工作一樣是要裝避震器 裝的是KT道路版的避震器 那車主呢,也有做了一些基本的改裝了 這台車型號應該不會記錯 XXR 527,然後17吋的 這應該是17吋8J的 205,40,17 都已經改好了,已經有小崩開的效果了 前面的話呢,正常來說是不用拆上部的零件 可是剛好要安裝上部的拉桿 所以它有三顆螺絲呢,是需要拆上部的零件 所以上部要拆這麼多零件 連雨刷連桿都要拆掉 因為呢,要裝這一支的拉桿 正常來說,上座只有一顆螺絲而已 藏在裡面 那個調整鈴 這邊 這邊 所以它的上座呢,是一顆螺絲的設計 一般小車,譬如說是Swift 還有 FIT 這些小車呢,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的上座呢,就是一個 塑膠的指揮軸承 然後 就 沒有上座的設計 Swift也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好了 趴趴,哈囉 下午午安 這台剛好是你的車耶 這台車也是Sienta 這台車,這個是Sienta的前面 這是Sienta的後面 黃金拉桿喔,這個叫黃金拉桿喔,了解 這個車友他也是在俱樂部裡面好像也是團購 而且他也有裝這個耶 這個好像他說也是在 車友裡面大家有團購的 這隻拉桿 講話拉桿 本來不用拆那麼多東西啦 因為要裝這隻拉桿 所以要拆掉 不然有一顆螺絲會鎖不到 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剛剛有說了齁 他除了要沿用原廠上座的橡皮之外呢 其他的呢 就KT都有附了齁 這是前面齁 前面的 離載串齁 他原廠就很長 也是一樣用原廠的 那個固定的位置齁 就不用再改離載串了 另外一邊這邊的話有 ABS感應線的扣具位置齁 還有煞車油管的固定位置 這些都是 Toyota車系裡面 像是Yaris齁 舊款的Yaris也是類似這樣的固定方式 這個車友呢 因為他們住的地方比較靠近沿海地區 所以底盤齁都還有在做一些 柏油的防鏽處理 這是Sienta的前面 Sienta前面我們配置了220長 那道路板的話是配置7公斤或8公斤 那這個的側高調整呢 最低差不多可以到半指幅 最高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那它的統身調整齁 側高調整並不是靠一樣齁 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是靠腳管的相對位置的高低度呢 來改變車高 所以彈簧啊不會壓縮 不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來改變車高 所以車高跟低一點的調整 都是靠腳管這裡來做調整 所以調整範圍很大 然後調高跟調低的整體乘坐感覺呢 是一樣的齁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裡面所填充的主寧友一樣 是用義大利IP的主寧友 是義大利原裝進口 不是授權來台灣混裝的油品 所以油品的話呢還蠻穩定的 裡面的油封呢是用NOK的油封齁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齁 現在路上能限度很高 賣得很好 拉桿裝的差不多了齁 這個拉桿呢 他一樣是鎖三顆螺絲 只有一顆在裡面了 所以要拆那麼多人內裝 喔原來這隻叫黃金拉桿 好 這前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齁 這個是後面的上座 後面的上座的話呢 我們就都有附了齁 其實原廠上座壞掉也沒關係 我們都有附 那後面的車友齁 也有要裝後下拉桿 但後下拉桿還沒有裝好 你要等車子升起來呢 才有辦法鎖到 後面的彈簧公斤數齁 我們是配置6公斤的大捲彈簧 那上座剛剛說的上座齁 KT就有附了 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 車高的調整呢 就是靠這個地方齁 一樣是靠這個托盤把它鬆開 車高調高 這個長度調長 它車高就變高了齁 那這個 總長度調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這個調整方式比較簡單齁 我像 早上的TIDA 跟CIVIC9代 調整上會比較複雜 這種懸吊的調整 車高的方式比較簡單 這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KT就是總層啦 總層件齁 不用再拆原廠的來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 軟硬調整方式 很方便 它一樣是有做一個維修孔 這是左邊 這是右邊 都有做一個維修孔 維修孔打開之後啊 上方有兩顆螺絲 就能夠把上座卸下來齁 這裡有一顆螺帽 另外一邊有一顆螺帽 這一顆呢 不是 這一顆是從下方鎖上來的 所以上座的話呢 超級方便齁 比WISH還要方便齁 把這個維修室蓋 這個維修室蓋呢 把它打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把它調下來了 把它拆下來 那這個地方齁 調整軟硬呢 就是從這個地方 一樣啊 KT有30段調整嘛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欸啪啪 對 建議別調太硬 對 因為有拉桿 這種懸吊系統齁 跟TIDA 很蠻相近的 它的後方呢 如果有裝下拉桿的話 其實改變的硬度啊 真的會蠻多的 啪啪你很有經驗的齁 所以我有跟車主說 我們會先幫他把下拉桿裝上去啊 如果車主齁 覺得裝了拉桿太硬的話呢 建議他的坐 機座齁 不用拆下來 把拉桿的本體把它拆下來就好了齁 對 這樣的懸吊齁 裝拉桿的確會硬蠻多的 沒錯 這個空間超大的 這是一位機車行老闆 他都要來再乘載那個比賽的機車用的 這是後下拉桿 還沒有裝上去 Sienta 1.8 這個是滑門式的設計 這個如果有使用過的車主的話 一般都會很喜歡這樣的設計 方便 安全 這個是原廠的嗎 這個防刮蓋啊 還蠻特別 再復原那個上面試蓋 好 現在的動作呢 已經都裝好了齁 車高還沒有微調嘛齁 那現在要把它引擎室裡面的這些擋板試蓋呢 先裝回去 還是先不裝 先試車再來 好 好 這個還有那個矽膠 矽膠管 這個是浦肥訊的嗎 對 小白的小白家的產品 車頭 一般車頭這個叫什麼車頭 好 碾魚吧 這台拆裝其實還蠻簡單的 最主要就是要把它上座啊 呃 有一個軸層 上座的紙推軸層 要把它拆下來 還有橡皮 這個如果裝便器其實蠻快的啦 因為不用拆這些東西 因為拆這個飾板的話呢 如果有比較不成熟的技師有可能會把玻璃拆破掉 這個是什麼品牌啊 剛拉桿都寫簡體字啊 包裝上面 應該大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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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了之後就等於是有小崩胎的效果 因為這處有到8J 那裝205的台寬齁 等一下 預計降下來之後的 應該會蠻霸氣的齁 這樣子小崩胎的效果 這個里萱有點制服改了齁 賣的超好的 527喔 8.25J 不好意思剛剛說錯了 是8.25J 527對 527 這次沒講錯 這是景弧的7E PS7E 景弧有一條 PS91 有一條PS91 據說 效果也還不錯 洗眼塔我們沒有直播過 早上的TIDA跟CIVIC酒袋 就常常有直播 這台沒有直播過 前面就是簡單的麥華城懸吊系統 比較沒有特別的地方 但原廠的話 車主也是說開到120之後就相當相當晃 所以他一開始就有打算要改裝 只是 離我們台中的工廠有一點遠 所以好像約了三四個禮拜了 剛好今天有空檔 所以就過來工廠這裡做安裝的服務 這裡的局部結構 跟舊款的 舊款的 Yaris 對對對 舊款的Yaris 很像 全調結構很像 連這個離窄串的相對位置跟長度 好像都很接近 KT有直接把他的離窄串的固定點 拉高到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窄串的話就不需要換 換短的離窄串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窄串就可以了 這種也算是中型房車齁 然後空間很大 這個屍蓋跟這個跟什麼時候一樣哈 Yaris齁 好像都拆蠻多東西的 別人說要連桿都要拆掉 別人說要連桿都要拆掉 不說要連桿都要拆掉 不說要連桿都在這裡 那馬達小小一顆 如果只有拆邊電器的話 就不用拆這些東西了 因為要裝這支拉桿 所以才要拆那麼多東西 如果只有拆邊電器的話 所以才要拆那麼多東西 這個來個車高降低之後 來個車頂架齁 也應該蠻漂亮的 原廠剛剛是大概幾指幅嗎 看一下 六十 我大概五指幅齁 原廠的車高大概五六指幅 等一下預計了 降到大概兩指幅左右 所以目前已經裝好了 剩下前四版的內裝復原 哈囉大胖大胖五安 這是後面 後面 畫面的話 就跟 WISH 應該是跟ARTIS的 10代11代的ARTIS比較接近 只是差別 第一個車重 它的軸距不太一樣 車重也不太一樣 所以彈簧的配置呢 我們也不太一樣 統身的長度呢 也不太一樣 做的比較長一點 這是 Sienta 1.8的Sienta 這台TOYOTA是有計畫要把它取代WISH 但是還是沒有WISH賣得那麼好 大胖我沒有再放毒了 我只是在做直播介紹 大胖現在是換KUKA是不是 記得 好多車友都換KUKA 好OK 那今天的那個安裝其實差不多了 剩下後面的拉桿 跟前面的內裝 所以直播就到這了 如果對這台車的底盤改裝 有任何疑問呢 再跟我們的KT Racing的小編聯絡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掰掰